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鱼,一个你不开钱的频道 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 它凭借其独有的魅力,让全世界无数的人为之疯狂 愿意为它付出一切 但你又是否知道世界上有一些猫的价格竟然堪比一辆汽车 今天将会为你介绍世界上最贵的十种猫 第十,英国短毛猫,售价500美元 英国短毛猫拥有悠久的历史 但直到20世纪初,才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 英国短毛猫凭借其圆胖的身形和短粗的四肢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 再加上它温和的性格,在英国受到广泛的追捧 频繁出现在各种猫展 第九,俄罗斯蓝猫,售价800美元 俄罗斯蓝猫体型细长,拥有直立的尖耳朵和小而圆的脚掌 行走时像是用脚尖走路,竟显贵族气牌 而且动画片《汤姆与杰利》中的汤就是以俄罗斯蓝猫作为蓝本 第八,彼得秃猫,售价1000美元 彼得秃猫原产俄罗斯 彼得秃猫并非完全没有毛 它的毛很幼细且紧贴皮肤 而且皮肤带有皱折 不少人形容彼得秃猫摸起来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桃子 第七,美国硬毛猫,售价1200美元 美国硬毛猫的历史要追溯到1966年 在美国纽约州的游地加农场所出生的小猫中 出现了毛色黑白相间的变异种 养猫爱好者以这只猫为基础 在经历了10年的培育后,培养出了今日的美国硬毛猫 第六,美国卷耳猫,售价1200美元 美国卷耳猫是家猫品种之一 以耳朵向上卷曲为特征 身体纤细且均沉 美国卷耳猫的耳朵是由于猫的遗传基因发生的变异 而产生的卷耳特征 第五,苏格兰哲耳猫,售价1500美元 苏格兰哲耳猫是一种在耳朵上有基因突变的猫种 由于最初是发现在苏格兰 加上其拥有特别的身体特征 因此被命名为苏格兰哲耳猫 哲耳猫会哲耳是因为软骨不全 因此哲耳猫除了耳朵也容易是致生病,行动不便 不少动物保护组织都呼吁不要购买哲耳猫饲养 第四,斯芬克斯猫,售价2000美元 斯芬克斯猫属于稀有品种 是一种基因突变产生的猫种 除了在耳朵、嘴巴、鼻子、尾巴前端部位有又薄又软的胎毛外 其他部分都没有毛 斯芬克斯猫的性格温顺加上稀有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第三,孟加拉猫,售价1万美元 孟加拉猫的祖先是亚洲泡纹猫和埃及家猫的混种猫 是目前猫种中唯一具有野生猫科动物血统的品种 其独特的斑纹和野性的魅力信了不少人 第二,热带草原猫,售价12000美元 热带草原猫是由手猫和家猫配种而成 外观类于小型版的手猫,拥有野生动物的外表 但由于热带草原猫的配种成功几率相当低 加上手猫属于受保护动物 在部分国家,杂交繁殖手猫是属于禁止思想 第一,阿什拉,售价10万美元 阿什拉是一只混血猫咪 它的血统介于非洲手猫、亚洲泡猫和普通家猫之间 是英国宠物商西蒙·布罗迪在美国实验室 与数名遗传学者在2007年培育出的一个全新品种 阿什拉性格温顺,但却富有野性魅力 且拥有独特的斑点和花纹,深受一种土豪的喜爱 以上便是世界上最贵的10种猫 虽然这些猫的价格非凡 但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说 自己家的小家猫才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猫 好了,这一期的穷奢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频道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给我们一点点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将有助于我们发展更多不同的系列 带给大家更多的影片 在会员区里,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